连接大陆广东省深圳和中山 全长24公里的深中通道 30号下午通车试营运 未来中山到深圳 车程将从两小时缩短至30分钟 更有利香港人到中山就业创业或洽商投资 然而看似宽敞的双向巴车道 第一天就因为长鲜的民众太踊跃 出现严重回堵 中山一方同时在下午三点 放行车辆上深中通道 未上桥已经是这样 收费站对出 整个下午大式车 车龙动都不动 有人忍不住要就地解决 一小时生活圈第一天就破工 有港媒大厦午三点 从深圳出发的巴士 到了晚间八点才到中山 等于一下车就得赶搭九点半末班车 再回到深圳 有车主大骂 深中通道明明规定不能违规拍风景 结果还是有很多车辆 停在路间拍日落 甚至摆拍才造成交通大乱 有没有搞错 这名小米苏七的女车主 不只在路间违规停车 还刻意遮挡车牌 坐堂椅摆拍 中山交警公布一系列夸张违规照 不只一堆车主在高速公路路间围停拍风景 还有人操作无人机 在路间慢跑或把身体探出天窗 由于深中通道 全程都不设服务区 海底隧道路段也没有应急车道 因此交警呼吁民众 别为了拍照 归宿驾驶 也禁止停车或占用车道 否则危险又违法得不偿失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